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怪谈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牛顿的苹果 重力的头疼启事 2.瓦特的幽灵马车 蒸汽机的灵感之旅 3.本杰明 富兰克林的火箭帽子 闪电猎人的时尚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牛顿的苹果 重力的头疼启事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个著名的 可能也是最被误解的科学意识之一 牛顿和他的启示之苹果 首先 我们得把时钟拨回到17世纪的英格兰 那时候的科学家们还在用羽毛笔写论文 而不是在推特上互相吐槽 在这个没有智能手机打扰的宁静年代 一个年轻的艾萨克 牛顿在剑桥大学的一个苹果园下 经历了一个可能根本没发生的历史性时刻 传说中 牛顿在思考宇宙的奥秘时 一颗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砸到了他的头上 这个故事的版本有很多 但最受欢迎的版本是 这颗苹果给了牛顿启示 让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但实际上 这个故事很可能是后来人为了让科学听起来 更有趣而编造的 不过 让我们假设这个故事是真的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牛顿坐在树下 头上突然被苹果击中 他可能想了想 然后说 哎呀 我的头 紧接着 他可能又想 等等 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 他为什么不像上飞呢 难道是因为 众力 然后 就像在漫画里那样 他头上冒出了一个灯泡 但事实上 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并不是一瞬间的灵光一线 而是经过了多年的观察 实验和数学推导后才逐渐形成的 牛顿自己也从未说过 苹果砸到他头上的故事 他只是提到过看到苹果掉落的情景 启发了他对众力的思考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牛顿当时没有坐在苹果树下 而是坐在一个榴莲树下 那么历史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可能会记住 牛顿因为发现了榴莲定律而著名 而且他可能会因为头部受到重创 而永远不在 思考物理问题 幸运的是 苹果相对较轻 而且牛顿有一个坚硬的头脑 所以他能够承受这个重力的启示 总之 虽然牛顿的苹果故事 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但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关于科学发现 是如何在不经意间发生的有趣想法 而且 他也提醒我们 有时候 一个看似平常的事物 就像一个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 可能会激发出改变世界的想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瓦特的幽灵马车 蒸汽机的灵感之旅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既神秘又充满创造力的故事 瓦特的幽灵马车 这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蒸汽机的故事 这是关于一个灵感 如何在一个人的脑海中 驾驻幽灵马车狂奔的故事 詹姆斯 瓦特 一位苏格兰工程师 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他的名字可能让你想起 高中物理课本中的功率单位 瓦特 What 没错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但今天 我们要谈的不是功率 而是他如何被一匹 无形的马车 带到了蒸汽机的灵感之旅 故事要从1765年说起 当时瓦特正在修理一个 纽克门蒸汽机的模型 这个机器笨重 效率低下 简直就像是一个 气喘吁吁的老头 瓦特看住他 心想 这机器得有多累啊 于是他决定给这个老头一点帮助 有一天 当瓦特在散步时 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灵光 你可以想象那是一辆 由幽灵马匹拉住的马车 这匹马不吃不喝 永不疲惫 它的名字叫做分离式冷凝器 瓦特意识到 如果能将蒸汽机的冷凝过程 从气缸中分离出来 就能大幅提高效率 这就像是给老头 换上了一双跑鞋 让他重新找回了 年轻时的活力 瓦特的这个灵感 不仅仅改变了蒸汽机 更是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 它的蒸汽机 比以前的版本更强大 更有效率 它像是一匹真正的幽灵马 带住整个工业社会飞 奔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当然 瓦特的创新之旅 并非一帆风顺 他面临注资金短缺 专利争议 甚至还有那些 对新技术嗤之以鼻的怀旧者 但他没有放弃 他知道自己驾驭的 不仅仅是一匹幽灵马 而是未来的方向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 一台蒸汽机 或者开出电灯 想想 那个在18世纪的某个下午 一位苏格兰工程师 如何被一辆幽灵马车 带到了灵感的终点 詹姆斯 瓦特 一个真正让世界动起来的人 而他的幽灵马车 至今仍在科技的道路上 挤持 激励住无数的创新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本杰明 富兰克林的火箭帽子 闪电猎人的时尚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聊聊 一位18世纪的时尚先锋 也是一位全能型天才 本杰明 富兰克林 这位先生 不仅是一位政治家 作家 科学家 还是一位风格独特的时尚达人 当然 我们今天的主角不是他那著名的圆框眼镜 而是一顶传说中的火箭帽子 一顶能够追踪闪电的神奇帽子 首先 我们的承认 这顶火箭帽子其实是个虚构的概念 但它绝对是基于富兰克林对电学的研究 想象一下 如果富兰克林真的发明了这样一顶帽子 它可能会是18世纪的顶级时尚单品 毕竟谁不想戴住一顶能够捕捉闪电的帽子呢 富兰克林进行了著名的风筝实验 证明了闪电其实是一重电 这项实验不仅让它差点丢了小命 也让它成为了闪电猎人的代名词 如果它真的有一顶火箭帽子 我们可以想象它可能配备了一根金属棒 就像它的风筝上的那样 用来吸引天空中的电荷 当然 这顶帽子还得有风格 也许是像有金边的三角帽 上面装饰住闪电形状的金属片 不仅能够引导电流 还能在社交场合上让富兰克林成为焦点 想象一下 当它走进眼会听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它那闪闪发光 时不时发出电弧的帽子所吸引 这不仅是一顶帽子 这是一个行走的科学实验室 不过 现实中的富兰克林可能会告诉我们 这样的帽子 在雷雨天气穿戴 可能会有些不太明智 毕竟 时尚是时尚 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 即使这顶火箭帽子 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 它也提醒我们 富兰克林不仅是一位科学家 它的创造力和对新奇事物的追求 也是它个人魅力的一部分 总之 本杰明 富兰克林的火箭帽子虽然是虚构的 但它象征住这位先驱者 对于探索未知的热情 以及它在科学 政治和社会时尚中的多面性 这顶帽子 在我们的想象中闪耀住光芒 就像富兰克林在历史上留下的光辉一样 最后 我想对你们说 科学发现是多么有趣和神奇的事情 无论是牛顿的苹果 瓦特的幽灵马车 还是富兰克林的火箭帽子 它们都展示了人类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力量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科学的 更是关于人类的 因为它们揭示了我们如何通过观察 思考和实验来改变世界 尽管这些故事中的细节可能是虚构的 但它们背后的思想和启发是真实的 它们告诉我们 重要的是保持开放的心态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 因为有时候一个看似频繁的事物 可能会激发出最伟大的想法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看法 你们觉得科学发现是如何发生的 你们有什么其他有趣的科学意识 想和我分享吗 无论你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还是对这些故事感到好奇 都欢迎你们留言讨论 谢谢你们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